我們是原人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總經理徐俊祥 那針對這一次的數位發展領航 展覽館的這些研發的計畫 我們特別的做出一個 指揮官在用的浮空走影的概念 那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那看到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是品的 其實它內容它是在空中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點在空中上 它是可以控制我們裡面的東西 甚至可以跟關鍵報告一樣 可以丟在空中的 甚至可以去調整調校高低等等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透過這樣的概念 會有很多的隱私 跟後面COVID-19之後 我們不用去觸碰到螢幕這個本質上 那依照這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有效的一些 數位的智慧的行控中心的管理 那針對我們展場的應用 我們特別用到了新的一個 新型態的一個定位技術 我們透過室內定位 那不用Sensor的方式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到定位的一個方向 跟做法 讓空間的解像可以去順利的去做得到這些的 就是關鍵的亮點 您可以看到這個無人機在空中飛 那這個是真實的元宇宙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環境空間有無人機 陪伴著你等等的 甚至還可以去做到說 左上角這邊有冒鞋的Logo在這邊 所以民眾可以跟他拍照 那如果我們要進去到會展裡面 會迷航怎麼辦 以前都會用我們的印刷物去看地圖 但是現在針對綠色科技的展會 我們有新的方法 假設隨便一間公司 他地上導航過去他就有路徑 他除了可以找到最佳路徑之外 他又可以去讓你知道說 假設走錯路還可以修正 這樣的一個概念跟做法 那這個是台灣獨創的一個方法跟技術 那未來針對於各個產業 包括工業、軍事、醫療、建築 都可以去做到相對的 不管巡檢、導航、導覽等等的 都可以做得到 這是集合的方法 他也都是政府單位很愛用的一個工具 因為他不用架設任何的感客器 他透過一支手機 就可以完成這樣的兼具的任務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定在空間的 那這個就是像長官用的路線 就是貴賓路線等等的 所以我們可以跟著長官的路線知道 哇這裡面國防展裡面 到底有什麼亮點跟特色 是長官特別需要去看的這樣